我一直很喜欢夜晚 可能是因为喜欢 昏暗灯光营造的朦胧和神秘感 也可能是因为 喜欢那段不被外界打扰的时间 这些视频想跟你们分享 我独居生活的夜间仪式 一个人的平淡生活 也能拥有小决心 做饭对我来说 是一个治愈的过程 只要好好吃饭 就会感觉到自己在认真的生活着 我今晚做的是椰子鸡 每次天气一降温 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它 满满的温暖 你们的治愈食物又是什么 飞而来做饭 是我下饭的保留节目 最新一集去到了马德里 刚好是我这个月底 要去的地方 像这样生活中细微的巧合 总会让我感觉到惊喜 幸福感 油然而生 有时候 我会给自己调一杯酒 我好像逐渐发现了 酒精在社交以外的作用 微醺 是对这样一个安静的夜晚 最好的致敬 我一天当中最喜欢的时刻 是和自己对话 这是我整理思绪 清理限制的重要方法 回忆今天见过的人 发生过的事 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 认真写下感恩的点点滴滴 在繁忙的生活中 我们很容易疲于应付 而忽略这些小确信 这样一个安静的时刻 给了我暂停的机会 让我重新和自己连接 呼吸练习可以帮我清空大脑 达到深层次的放松 身体和思维上的紧张感 也会随着一次次呼吸的加深 逐渐放松下来 专注呼吸 让我活在当下的时刻 我最近在重读一些书 以前我总是希望 花最短的时间 读更多的书 现在我觉得 戏品一本好书 更有意义 睡前阅读可以帮我放松 也会让我更快 进入睡眠状态 当然我也不是每个夜晚 都这么有仪式感的度过 不过这些仪式 为我的独居生活 带来了美好和治愈 谢谢你们陪我度过了一晚 下期视频再见